教师节的来历和意义 教师节的来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多次以不同的日期作为过教师节 直至1985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 才真正确定了1985年9月10日 为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教师节的意义就是提高人们对教师 为教育事业所做贡献的认识和评价 每年的教师节 中国各地的教师都以不同方式 庆祝自己的节日 通过评选和奖励 介绍经验 帮助解决工资 住房 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改善教学条件等 大大提高了广大教师 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学生方面 有自发通过原创参与 将祝福写在板报 贺卡 绘画上 有将合影照及活动感言 晒至贵人空间 微博上 来表达对教师的真挚祝福 集中心问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